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修驗道的屍鬼木 想傳遞的心意 傳遞什麼樣的心意呢 就是一個通關的心意 通關的心意 怎麼通關呢 就是等我打完就知道怎麼通關 基本上是不太需要除CD 我可以這麼說 因為關卡的長度還蠻長的 基本上CD5除起來是OK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CD5有除起來的話 CD5有除起來的話 你後面在通關角有危險的話 你就可以放技能 比較不會有問題 雖然我沒有出到CD5啦 不過應該還OK啦 第三關這個基本上心珠要留下來 其他雜珠綠綠綠綠 至少留一組心 對 我知道我可以撐兩架 但是你不用這樣好不好 好 好 現在還是有心齁 就怕斷心啊 這個 心珠斷了就GG了 有心珠 combo數沒有很高 沒關係 反正這回合我們就要送它回老家了 不好意思這個好像有點燒聲燒聲 然後盡量 這個有點難度 盡量把自己保持滿血 雖然我是這樣講 可是沒什麼新書可以讓我保持 下一關先攻盾 所以血量至少自己要拖一下 我沒有直接衝到下一關 因為我建議進下一關就是滿血進場 這時候沒有斷心是很好的一個現象 斷心基本上也是GG 左右各打一下 鋪魚頭就出來了 所以腳裡面有新書也是GG 這個是這關卡設計的一個風險 我們用希臘的高COMBO術來做一個補血的動作 好 差一點斷心 好 差一點點 手再慢一點點就鋸掉了 你知道 我插isu 宙師基本上不太需要擔心它 這個比很大 不要擔心 為什麼 他這個關卡 在設計的時候 12關 十二關所以我不太擔心說 咒師到我尾王的時候 技能還沒跳起來的問題 不過前面初期這邊我們就是盡量 有一個滿血的狀態 好不好希臘的天降就是這麼好用 第九關 第九關這邊的話我建議 這個我們的炎熙就開下去了 因為就開始來玩這個爆發了 所以炎熙有多OP呢 這個我們來示範一下 炸豬笑一下就對了 可以看到這個天降的數量是還蠻驚人的 這邊少一個 不過沒關係啦 這個COMBO說出來還是會很多的 看到這個炎熙的可怕 可以看到我這邊留一顆新豬 留一顆新豬的優點 這個代表模樣還可以再開一次 是這個意思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講究的部分 越戰越強齁 看看是他強還是我們強 OK 我們試一下齁 當遇到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 炎熙暗隊的時候 這個越戰越強 在我們眼裡就是齁 輕而易舉 這個發生一個還不錯的現象 就是我剛忘記記我的竹子是什麼顏色 不管 顏色不管 我們就直接轉這個模樣最準 可以看到這個弱珠率齁 這個就是我們的 炎熙的威力 哎呀 沒關係 下一關也是生命變異齁 雜珠 雜珠綠綠綠 雜珠綠綠綠 這是最重要的 我是不是有沒有看錯 我們水珠居然只有一顆 是怎樣 太扯了吧 好 好 我們來玩玩看看是 到底是他厲害還是我們厲害齁 這時候因為我們有開那個零點之影 所以雜珠一定要一起消 好 雜珠要一起消 好 因為暗珠會全部疊在一起 好 再加上這個 炎熙的加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多OP 可能這個 講到我持窮的時候 它可能珠子還沒落完 所以我要一直慢慢的 等它說完的時候 OK 反正沒有緩慢 喔 沒有那個緩慢的感覺 那個Fu就不一樣 這個以上是 這個 修煙道的屍鬼 木 Extra Extra 的這個 安息隊 的一個示範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